巴尼这对冤家又开打了 他们已经呢你死我活的打了七十多年 一个近乎失去了全部国土 一个呢打成了中东霸主 可即便如此啊 他们双方都没有任何握手言和的意思 反而呢是越打越起劲啊 是要分出个生死 很多赤瓜群众不免产生疑问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这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 到底有啥深仇大汉 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 其实要导致这场数十年的敌数之争的关键 和一份房屋产权有关 只可惜呢 这份产权的归属却是个无解难题 只有完全干死对方 才能够顺利继承啊 想知道巴以这对冤家争夺的房屋产权 究竟是什么吗 点个三连 咱们一起追溯下巴以冲突始末 以及冲突背后真正的导火索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每一次互射火箭弹的背后 都有无数微乎其微的摩擦 宗教信徒产生肢体冲突 扔火箭弹 信徒播报广播电缆被切断 扔火箭弹 换做其他国家这些无关紧要的冲突与摩擦 或许呢 并不值得两国上升到武装斗争 可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面前 任何交流 那都是有可能变成导火索 自从1948年两国首次爆发冲突 整整70年的时间里 中东地区都笼罩在炮火的威胁中 哪怕后来联合国都曾经主动的前来调解矛盾 却也始终没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那究竟原因呢 无非啊 是两国的历史矛盾实在是太过深重 简单来说以下这两点 就是巴以数十年打仗你死我活 甚至完全不愿意接受调解的关键所在 第一点就是房屋产权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 众所周知 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国家 而巴勒斯坦则是一个阿拉伯人国家 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呢 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家园啊 那就是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犹太国家 公元前935年 以色列犹太国家出现分裂 大部分犹太人呢 便自立为王 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 史称犹太王国 本以为呢 至此两股政权相安无事 可是呢 一段时间之后啊 犹太王国呢 却被突然出现的巴比伦政权所灭 其国内的犹太人 也就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命 使得阿拉伯人呢 趁其占领了这块土地 并将地名改为巴勒斯坦 二战结束之后 犹太人在多方绞杀下 无法立足 不得不回到曾经的故乡保命 而这个时候呢 早已在巴勒斯坦开支散业的阿拉伯人 并不愿意啊 让出土地 并将身为原住民的犹太人 视为入侵者 为了解决这两大民族的矛盾 联合国主动介入 先是建国以色列 以供犹太人居住 又在约旦河西岸选址 试图呢 调和巴以冲突 这本来吧 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在这一过程中 以老美为首的联合国势力 操控了分配方案 致使人口更多的阿拉伯人 分到了面积更小 而且呢 更为贫瘠的土地 在巨大的清理落差之下 阿拉伯人 也就是巴勒斯坦 率先向以色列发难 要求他们让出土地 再加上呢 以色列也对霸占自己祖先土地的 巴勒斯坦啊 十分不满 武装冲突由此爆发 而这也是巴以多年冲突的最大原因 在共同拥有一个故乡的情况下 只要有一方呢 不愿意让步 巴以的武装冲突 永远不可能结束 第二方面呢 就是无解的宗教信仰问题 无论啊 对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来说 圣城耶路撒冷 那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啊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 因为犹太王国 曾被罗马占领 耶路撒冷里的一面枯墙 是他们寄托故乡 埃斯的重要地址 那地位是非同小可 而在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里 耶路撒冷承载着伊斯兰教 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 是在十字军东征的血腥洗礼下 幸运保留下来的重要宗教遗产 理应归他们所有 为了能够表示对耶路撒冷 这座圣城的尊敬 在选址定都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约而同的选择 将耶路撒冷定为自己的首都 但因为呢 双方的宗教信仰不同 耶路撒冷又只有一个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啊 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又开始爆发 在复杂的历史面前 信仰不同宗教的两个国家 根本就无法说清耶路撒冷真正的归属问题 哪怕是联合国介入都没能改变这一现状 这就导致呢 两国人民在到耶路撒冷朝拜时 不可避免的会因为宗教信仰而爆发冲突 再加上呢 以劳美为首的西方国家 多次呢 试图借由巴以冲突来完成自己的野心扩张 所以说呢 这些年来 本就存在领土与宗教争端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不得不让炮火蔓延整个中东地区 70多年的争斗过去 巴勒斯坦领土被蚕食殆尽 而背靠大树的以色列 则成为中东霸王 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呢 我们没有办法呀 给巴以的冲突呢 下一个准确的定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领土和宗教背后 大国的借力打力 才是巴以冲突 此消彼长的关键原因 那么你是怎么看巴以冲突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啊 留言讨论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